其实是很有主见自己的方向 当然在这个当中很多想法过多 过于杂,就一直方向不太明确 期间呢,还有过追求人事管理 反正前后那几年吧,一直内心在波动变化 其实老师也讲过,就毕业后五年呢 之后再定好自己方向就好了 在这个期间,如果有机会多一些尝试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很多这个事业单位的人一辈子 就包括过去的,都是一样的道理 遇到这种江湖 就比较活跃的思想 有很多见闻的人 显得好像没吃过苦吧 但反而精力很少,没什么可聊的 即使他们听说过,见闻过一些 也都抛在脑后了 不能谈笑丰盛 人家说什么,只是听过而已 让他自己说,说不出来 他四半也不好 尤其这个年代变化很多 那我们在这方面呢 曾经追求过人事管理 那也自学 就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学这个 其实跟我爸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然后我们也能够会演示才 一开始学什么人事六大模块啊多少 也都是西方来的 因为这套感觉上好像是管人是最大的很了不起 那一个是人事,然后财务 再加上总经理办公室 这些权利都是很大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就我们没有凭靠个人呢 走这个路,想闯出一条来 职业经理人 一个是时间漫长,没有关系 在中国这套完全照搬过来的人事 不行 你没人谁让你管人呢 你不靠自己熬 比较难,比较慢 但是他还有一个职业方向啊 尤其在大城市 后来学了几个月 干脆就直接出去找工作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11年那个,借了三千块钱 那之前我爸还要给我安排下井的活 其实我干完那个再去也还好 但是那都是临时的 我爸总是管得很严 让各种的打压 就这种让你磨砺成长 我是这样来的 那我偷偷的就写了一封信 就跑出去了 因为我都是有自己想法 我跟他们从来聊不通 但有些事后想想还是 一些方面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挺不尽 那种直接的磁场 有的时候 其实我咖啥能力已经非常强了 被这样摸的 写了一封信 家里还在之前 我是很有心的人 买了两个 一个牛一个虎 因为我东北缺角了 拜过这个牛头虎头行军之后 悄悄的跑出去 那看他这个我还在看电视 然后写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他就算这样沟通了 他跑出去 结果巴洛还被发现 打电话叫 那也不可能回头的 就去床了 直接 人是还没有干上的猎头 这又是一番经历 而且分别在创业的公司 还有这个 一些特别的在说 有说过